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如何追金牛女 金牛女的特性其實是蠻被動的 所以她會比較重視你的物質生活 她自己的物質生活在工作方面也是會很認真的 但是她的想法就是蠻固執的 應該說她認為是什麼,通常就是什麼 她不太會去轉變思維 所以按照這樣去講啊,假如你要追金牛女的話 首先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她對你一見鍾情 什麼叫對你一見鍾情 因為應該有很多人她追金牛女可能追了好幾年還是追不到 那就是你對她來說就是她定位不可能成為她的男朋友 所以你再怎麼追都沒用 那麼你假如你想追的她是金牛女 你還沒有讓她有一個固定的刻板印象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她對你有產生很大的情緒波動 因為她是很被動的人 所以你跟她互動的時候啊,你一樣也是要主導 然後你跟她互動要... 嗯...讓她...嗯... 最好就是你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時候 可以讓她覺得是很有趣的 你跟她...對談的時候啊,你都會... 嗯...不要讓她覺得你是一個很...很無聊的人 然後讓她覺得...根本就... 不會讓她產生出興趣 最好第一次約會的時候就能讓她產生出興趣 那麼要追到金牛女其實... 你只要讓她可以主動喜歡上你的話 你們要在一起其實是...輕而易舉啦 對,可是還有幾個點她會看中的 呃...第一個她很需要安全感 就是...你不要...你在追她的同時 還散發出你還是有很多人喜歡你啊 你想跟別的女生出去就出去 你只要有散發出這種感覺的話 當然大部分女生也都不喜歡 但金牛女她會更care 這個她會覺得...她對你需要付出她一個...很認真的感情 可是...你卻不能給她相同的感受 那麼...她可能會覺得不值得付出 就算她喜歡你她也不敢...不敢踏出去 因為...金牛女會比較的...呃...被動嘛 那...當然你也是要主動 其實追任何女生都要主動 但是...你對她你可能要更主動 因為像她...其實一般來說她是不會主動蜜你的 要密的話一定是你主動密她 那假如是特別主動的金牛女 那其實算是一個特殊的突變種 就是...這種的女生...不多 就是...這種的金牛女不多 那再來是你的...呃...生活習慣啊 你有沒有你的生活品味 她會去看...呃...你的生活品味 你喜歡平常會做什麼 你有沒有可能在健身或是... 你的工作是不是穩定的 你假如工作很不穩定或是... 你...胸無大智 就是...那對金牛女來說 你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 那通常呢...她原本可能對你是一見鍾情 很有feel 但是... 慢慢她了解到你的...生活習慣或是你的工作 是這樣子 她會慢慢的把她的感覺收回來 你會感覺到...慢慢她會不一樣 就是...這是金牛女的一個特質 你可以說這是務實啊 對啊...那...當然你也可以創造出你的浪漫 但是...你的浪漫最好還是帶一點實際的成分 不要...不要什麼...什麼...一堆人蹦出來啊 就是很突然的 你就追求的時候...這種動作是不用 最好就是比較低調的浪漫 或是低調的實際浪漫 帶她去吃真的很好吃的啊 因為金牛女其實是...蠻注重吃的 和蠻注重品味的享受 那所以你這些你都得注意 就是...呃...你的穿著行頭啊 然後你的...你不能...你不能髒啦 你就是要乾乾淨淨的 那你跟她互動啊 你就...一樣也是一樣做自己嘛 但是...這些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假如你這些點都注意的話 通常呢金牛女對你會有一定的欣賞 那她們不太喜歡說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在跟她互動的話 你不用一直去...虧淡她隱私 你可以慢慢的...呃...有個原理是... 你跟人互動啊 你看到對方很緊張 其實是...你自己很緊張 我們應該做的是...我們讓自己放鬆 甚至影響對方讓她也跟我們一起放鬆 所以...我們一樣是主動和領導嘛 但是你要自己去...讓自己克服放鬆這種情緒 我知道會緊張啦 你跟女生互動也許都會緊張 但是金牛女...她是很被動的 所以...她會很容易follow你的情緒在走 所以你緊張她就會跟著緊張 你不要想說她會幫你解尾 不太可能 對啊...而且...通常我也說了 她是很一見鍾情的...一見鍾情的女生 所以...你在跟她出去或是... 你跟她互動你沒有創造出那種... 很...碾壓式的出現的那種氛圍的話 其實...你可能會追很久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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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在一起 對...通常呢...就是...你只要有創造出那個氛圍 你們很快就會在一起了 是咻咻咻就在一起了 因為她是很被動的嘛 那她們也很追求平穩的感覺 所以...我剛剛就說了 你的工作要穩定 要一定的...經濟來源 也不是說你要超級有錢啦 因為像...很拜金的那種女生 其實也不多啦 結果我認識的也不多 可能就固定...那個形象那種人 那金牛女不一定是那樣 可是你也一定要穩定 就是...當然很多人也會要求就是穩定的工作 對啊...那你的生活... 你也不用說一直高潮跌起 但是...要給她一個安定感 那你也不要三心二意什麼什麼 就是...追了她又追了一大堆妹 還讓她知道 你假如是這種人 那...最好你不要讓她知道你是這種人 這樣你會非常的扣分 你要追到她的...追到她的機率其實也非常的小 好...那我們... 呃...總結呢...你的... 你最好跟她約會或什麼時候 是可以創造出那個情緒氛圍的 那...怎麼創造我以前的影片 之前的影片大概有提到 那當然未來的影片 我想要說怎麼創造我會特別去講 那...呃...再來是 它會很看你的...呃...你的生活風格 你的品位 你可能平常有什麼喜好 還有你的工作是什麼樣的工作 穩不穩定 當然你不用說什麼醫生啦 律師也不至於 當然那樣是最好 但是...有一個你想要喜歡的工作做下去 通常...那就會很吸引...呃...金牛女 或是你有一個才華 對...當然我在講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這些東西不是一個...必定要的要素 但是...針對這個星座 也許它會比較看重這個 對...但是...以吸引來說 通常自信啊都是藉由這些東西累積出來的自信 自信有兩種 一種是由內而外的 一種是由外而內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外而內的自信 那你把那個外在東西... 一挑除...假如你是醫生你突然失業了 你會瞬間沒有自信 這就是外在自信 那...由內而外就是... 你經過了很多成長很多的訓練 一直被拒絕被失敗 你慢慢累積出的一個自信 你很容易...很難被撼動的自信 這叫由內而外的 當然你假如有這個自信 你追任何星座女都有一定的優勢 因為...你不會很容易被擊垮 好...這是...我又講遠了 但是...呃... 對...反正假如追星座...呃...追金牛女的話啊 要注意的點就是這一些 那...好...祝你追...祝你追... 好...